联盟大事球场风云 跟着尤尼哥看看NBA到底发生了哪些趣事 赛季节目战小卡威少乔治齐发威 轻松击败了倒反的波特兰开拓者 今天迎来的是快船的赛季首次客场 看看面对盐湖城的魔鬼主场 快船双星能打出怎样的表现 不过坐镇主场从首阶开始 马卡宁就献上了精彩的表现 先是空阶两分打进 接着又赢着伦纳德 极限后眼中距离 掀起了球队的反击浪潮 快船也紧靠着海兰德的摆发摆中 勉强不被打发 但是克拉克森现场的鸭绍超远三分 亚洲乔丹的外号名不虚传 第二节开始 马尔卡宁延续了火热手感 又在湖顶送出了一记超远三分 看起来芬兰乔丹的美名 已经逐渐开始兑现 等到第二节霍顿塔克都命中底角三分 看起来盐湖城的主场首胜已经在望 一边再战同为湖人气将 霍顿塔克单挑为少 随后快船开启了反击追分模式 爵士仅仅依靠马尔卡宁的高难度出手 维持着分叉 直到第三节 马尔卡宁才有机会接球 完成了一次势大力尘的格人爆扣 经过第四节 擅长出席之声的卢志导 拿出了自己的招牌无响 卡真板乔丹 伦纳德的带领下 开启了疯狂的追分模式 个人单挑三分 连续助攻鲍威尔 巴托姆各自三分 看起来今天 他们必须争一争 谁是真乔丹了 巴音未落 小卡再次单挑 一记招远三分 只是奥利尼克默默发力 连续两颗外线 帮助球队续上火力 邓恩受到感恩 丝滑灵巧小转身 篮下轻取两分 只是小卡篮下再次自抢自投 却仍是被邓恩的快空爆扣 抢走了风头 关键时刻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乔大将军 顶人三分 宣告双子星的存在 只是别忘了 芬兰乔丹 已经许久没有发力了 轻轻一点 再次反超比分 之后的乔治两罚权重 无奈由他绝世这边 来自亚洲的真乔丹 克拉克森 严设完成三分绝杀 论起当一块好的背景板 乔治谁都不虚 今天的乔丹之争落下眉目 感谢两边贡献的精彩比赛 不过最终的胜利者 还得是东方进修归来的 克拉克森 好了 今天的游艺和说球就到这里 我们下场见